好了 回到Part 2 今天高明頂的第二Part 都是講獅子山精神 上一Part 講過獅子山精神的前傳 或者獅子山精神的密忘初衷就是走路 因為我們是由一個不太能住人的地方 搬來獅子山下這個能住人的地方 可以謀生 既然謀生不到 就會去第二處 看回剛才那篇文章 就有講到要去大灣區創業 諸如此類的 我覺得獅子山精神 現在我們在演繹的獅子山精神 應該由另一Part 除了走路之外 就是講不好 因為大家傳統上對於獅子山精神的想法 就是獅子山就好像亞遜的故事 好像亞遜的故事一樣 任勞任怨的 人家叫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你肯捱肯搏 最後就會上位 這是有些人心目中獅子山精神的意思 但是這件事情 我可以再慢慢解釋給大家聽 現在這個時代已經不是這樣想的了 為什麼那個時代可以 我說什麼都OK 我愈肯捱肯搏 就可以上位搏搏 因為那個時候的正值是經濟增長迅速的年代 我看過很多有錢了或上了岸的人 經常都有些人生格言 當你一個人成功了 就很容易有些人生格言 說什麼都是人生格言 其中一種比較普通的論調就是 我不會講過不治的 我不會說不好的 任何事情來到我都會想怎樣做 我只會做到為止 那為什麼那個年代的人 可以用這種想法去工作 然後達致成功呢 一來可能因為他是才幹 但我覺得更加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時候 真的是正值經濟增長的高峰期 那你經濟增長的高峰期 你某程度上你是買什麼 只要你肯去搏 都真的搏到什麼 但現在不只是香港 連很多新興市場 包括中國都算是新興市場 其實它的增長已經放緩了 你可不可以說我做一些事情出來 總之我不講過不治 有這件事情我就去試 我就去做 現在的環境轉了 沒那麼容易可以說我做什麼都去做 這樣就會一定有結果 現在已經不是那個 我做什麼都有結果的年代 不一定是說什麼 work hard work smart 辦公室那些用來捉人的術語 更加重要的是 其實現在要選擇 好像剛才所說的 獅子山精神 就是有些地方的人住不到 所以要搬去一個獅子山下這個地方 勉強都叫住到 剛巧就變成一個經濟奇跡 就算你個人來的 就算你不要說走不走老了 你打一份工作 或者你香港有一個工作 未必你可以人家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就算你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都不擔保你升職 只有你選擇性地去做 選擇一些真的適合趨勢的事情去做 才有機會是可以發到為 因為你的經濟環境不同了 你已經不是各行各業都會有很大的增長 你是少數行業有一些增長 有些行業是衰退的 如果你有參與股市 你有炒股票 這個概念你會更加明白 現在的股市是 有時候可能會升得很厲害 但是只是集中在一小部分 增長很強勁的股票才會升 有很多不適合的行業 或者不得的公司 都是一直下跌的 這個就是折射了整個經濟環境 有些好得的公司就會非常之得 有些不得的公司就會慢慢地被淘汰 到你股市是這樣 那個經濟是這樣的 到你做人看的時勢都是一樣 你不可以說我肯買下去就贏定 你要選對才行 跟以前牛屎雞犬皆升是不同的 所以現在獅子山精神 貫徹回以前那種獅子山精神就是 以前因為我們對某一個地方講了一個筆 然後不惜犧牲生命攀山洩水 都來到獅子山下 現在那個經濟增長環境 也都要你對某一些東西講了筆 可能才會有一些生機去倒下一步 那麼獅子山下就肯定不是個終點 如果你真的相信獅子山精神的話 那麼可能獅子山下如果適合你的話 那麼就可以繼續貫徹到獅子山精神 如果貫徹不到 輕輕講個筆字 然後去第二道就可以了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收看